腾讯一线报道作者,杨瑞11月2日,邓轮工作室就不放络用户涉嫌侵犯邓轮名誉全发布律师声明, 称近期有微博用户恶意针对邓轮散布了大量侮辱,北方言论, 对此,他们已将不放新群网友速至北京市海电区人民法院,并派出了法院诉讼收费票据。 由于近期电视剧《香蜜沉沉浸如霜》的热播,演员邓轮的关注度直线上上, 种种争议也随之而来,有次媒体爆料,这系列闹剧的起因在于《香蜜沉沉浸如霜》播出期间, 由网友将男主角邓轮与罗云西相互比较,引发两者粉丝互相指责, 从而也激发邓轮粉丝内部的矛盾,与此同时,邓轮后援会还被爆出筹资应援活动资金不明的情况, 被媒体点名批评后,引发更多粉丝不满。 9月13日中午时分,邓轮后援会在社交账号上公开大骂工作室的工作人员, 随后视台便愈演愈烈,大量网络爆料传出,先是有网友爆料,邓轮与前女友金陈复合, 后网传曾在校拒绝过追求她的女生。 9月中旬,邓轮回时加装参加朋友婚礼到伴郎,又被网友传出她给新郎塞了99万的礼金。 11小假期间,有很多黑粉去邓轮代言的品牌客夫闹事, 而最近传闻更甚,不仅将同志女演员牵扯其中,甚至还波及到邓轮的佳人。 实际上,早在10月初,邓轮工作室就已经就这些传闻,发布过一份声明, 声讨微博、豆瓣、知乎等散播耀言的媒体,并以委托律师事务所来处理相关问题。 而如今工作室直接将爆料网友数据法院,可见态度之坚决。 目前从网友舆论来看,粉丝们对邓轮工作室,得过短都表示了支持。